大家好,我是乱吉的佳佳 想和大家介绍一个叫Voice Dream Reader的APP Voice Dream Reader是做什么呢? 它是做Text to Speech的功能 即是由文字转成语音 如果你是第一次听这个Text to Speech的功能 简单说一下 就是用你的耳朵取代你的眼睛 去消化一些文字的内容 例如有一篇很长的文章要看 又或者你在乘车的时候会昏车浪 或者不方便看一些文字内容的时候 都可以用你的APP去帮你 将文字转化成为声音 那你就用一个耳朵去听文字的内容 就等于用你的眼睛来看了 其实Text to Speech的功能是iPhone自己本身都有的 但为什么要给100多元买这个APP来用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它除了一个读出声音的功能之外 更加重要就是它可以记忆着你的进度 即使你这篇文章是看到半秒钟和要停的话 都不需要由头再看一次 它是会记住你看到哪里 但如果iOS本身的Text to Speech的功能就不行了 它每一次只可以读你的画面 在屏幕上看到的东西 而且全部都是由头开始读的 所以需要一个读者 去帮你去记录你去看到哪里 向前向后移 向前十秒 向后十秒 之类的东西 所以这个APP 其实除了Text to Speech之外 更加大的功能就是在储存进度上面 好了 我们就先看看这个APP 它自己本身的介绍 如果你看它的介绍 你就会看到 它是支援什么 Document的方式 支援PDF 普通的文字 Webfile PowerPointfile RTF 和Google Docs Web articles 很简单 你用Safari 或者其他搜索 在iPhone上看到的 就是Web articles EPUB的ebooks 当然是要DRM-free 如何做DRM-free 就割下自己去搜索 好了 这个Text to Speech的功能 它是提供了什么呢 它叫Premium Voice Premium 就是类似人声 自然一点 没有那么机械的声 就有27种语言 但我相信大部分 都只需要用到英文 就算英文 我们可以看到 它都有不同的口音 可以选择 至于中文 就没有广东话 只有普通话 如果你是听普通话 没问题 也可以选择 还有其他的介绍 我就不详细说了 我们就直接去App 再看 这个App 本身是$118 这个$158 它只有其他分装 可以一起买 $118 包了什么呢 包了App本身 即是Reader本身 和一个免费的Premium Voice 好 我现在就选择过去App 看看 这个就是那个Web的介面 当然跟来的时候 就没有中间那些那么多文章 中间那些文章 就已经是 因为我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 就是我进入的 好 我们由左上角的加号开始看 看看有什么功能 这个叫AdDocument 就是说你是怎么进入一些 你需要看的文章 最简单的 File Browser 是什么呢 就是在iPhone上 现在多了 那个File App 你可以继续到的 iCloud Jive 里面的文章 如果你有用Mac 你想用Sync的功能 我相信这个就可以有用 但这个我没有用过 好 然后Clipboard Clipboard 顾名思义就是 你可能copy了一段文字 所以想去读出来的 他也可以直接用 在Clipboard 那里 加到 这个Voyce Dream Reader 那里 接着Pockets Pockets 这个App 都破出名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用 我是有用的 它以前就叫做 Read It Later 就是说你在网上 看到一篇文章 挺好看 挺有兴趣 不过我暂时没有时间看 所以就可以加到 Pockets 这个App 就等你 有时间的时候 就可以拿出来看 好了 这个Pockets 是怎样呢 它就会把 Pockets 里面你有的文章 全部一次过 拌出来 有好有不好 因为Pockets 我已经用了很多年 我在上面 就存了一些 我已经看了 但也觉得 很有用 很想保留的文章 当我第一次 选择 Import Pocket 里面的文章 就跟我一次过 升了 四百多五百篇文章 下来 这个Voyce Dream Reader 有好有不好 如果你只想看完 那篇文章 就丢 看一次就不需要 那你在Voyce Dream Reader 删除了 同一时间 在Pockets 也会帮你删除 那就干手 但如果像我那样 你是草吻 在Pockets 那边 就可能有点头痛 那就要再想想 怎样可以用得好 另外 除了这三个渠道之外 你按MORE 就可以看到其他 Import文章方法 例如Dropbox Google Drive 刚才提过 Bookshare Evernote Instapaper 其他服务 你有用就知道是什么 没有用 可能不需要知道是什么 Gutenberg 是什么 Gutenberg 最后的Gutenberg 是一个公开ebook的网站 上面有很多 已经没有版权的ebook 如果你喜欢看古典小说的 经典作品 在Gutenberg 就应该找到不少你想看的东西 最后有一个叫 Add Web Content Source 其实是什么 你就可以自己打一些title 你可以自己打一些URL 其实这个 我就觉得不太需要用 为什么呢 我们稍后可以说一下 其实在搜索里面 可以直接share 进来的 好 接着 不如说一下 如何在搜索里面share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已经在Safari 开了The Verge 我随便选择一篇文 好 当我要看这篇文 但是我想他读给我听 那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在最下面按share的按键 然后 选择第二个 这个save to voice dream 其实本身 default 如果你没有的话 就飞去Moa 然后 在这里找回 你这个voice dream reader 他本身有的功能 就是save to voice dream 如果你 default 是认识了 那你就可以 穿回 就在右手边 这个三画 你可以调到前后 我自己 现在就设定了 他放在第二位 好了 再来多次了 在最底 按share 按键 save to voice dream 好了 在这里 他就会表现 有什么 是save to voice dream 其实有点像 在桌上 Chrome 都有一些extension 就是read only mode 你可以选择整篇article 是否export做pdf 还是full text full text就是什么 就是连那些 广告 caption 可能一些图片背后 有些字都 都飞出 我觉得 article 即 default 这个article 已经是最适合的 就这样按save 这样就可以把这一篇文 传过去 Voice Dream Reader 我们可以看看 刚才那篇文 就已经转过来 好 我们待会再按进去 试读这一篇文 先讲解其他功能 很快就讲解 中间 有什么是no folder 就是 你进入的文章 by default 就是補 folder 即是放在桌面 没有organize 那些文章 其实如果你看完之后 你觉得有错 就flag 它 可以给产品 橙色旗 如果是未看 它就用紫色 这样 by folder 的意思就是 你如何filter 例如我自己 create了另一个 文章 就叫read again 即是我想再看一次 我就会把文章 收入去那些文章 如果我按 read again 就会看到 我之前已经存在的文章 先按no folder 先按no folder 就收起了那些 我已经放进去archive的文章 即是我放在桌面 未分类的文章 然后 edit很简单 就是平时的 无谓东西 一次锁完整 你可以一次锁完整 可以一次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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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 接下来到最底 看看那几个功能 上下站再很简单 就是sorting的方法 中间那两个就是显示方法 究竟是用一格格显示 还是一格格显示 这个是自己个人的喜好 然后是setting 其实setting 也没什么好办 Cloudsing 就是用iCloudsing content source 刚才也有提过 就是你可以用什么sorting 去加个文章进来 接下来 manage my voices 就是什么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 Deford 它是会拿到 iOS本身有的机械声 而你看到我最底 有一个 一颗星星 就叫Lisa Lisa是什么 就是它送的 跟你的 一个免费的 比较自然的声音 那一个自然的声音 其实你是可以自己选的 第一次开App的时候 它已经会问你 我们有送一个自然的语音给你的 你想选什么人声呢 我们可以试一试 你看这里 这样按i字进去 你可以看到 可以控制一下 这把声读音的速度 它的音 即是高音 还是低音 大小声 好 接着 就来到气玥 我们就试一试 这个Reader 真的功能 好 按了一篇文章进去 你会看到 按了进去之后 界面有点点不同 最顶头 屋键 就是按到刚才的外面 然后 左边第二个键 就会看到是Document 其实它就是 有一堆不同的功能 可以选择, Highlight 再开到Saforia Share 之类之类的 Edit键 就不是所有文章都可以用 只是Planetext才可以用 它就会跟你说 因为这个不是Planetext的文章 所以这里就不能用 如果你是Planetext 即是可以修改内容 左边数过来第三个键 这个是什么呢 一些控制 Reading Mode Reading Mode 就值得去讲讲 其实 by default 它就是Keep Going To Next Document 就是什么呢 你可以当它是Podcast 读完一篇 再下第二篇 再下第三篇 它就一直读 直到你押去停为止 但是 你可以选 Stop As End Of Document 即是读一篇 甚至是读现在的一篇 还是Stop As End Of Sentence 就是读一句 读一句有什么用 我相信 就是可能去学语言的时候 就会有用 例如说 你可能学日文 学德文 学法文 你可能想练习那句句子 是怎么读的 你可以选择这个 好 Repeat Document 就是什么 就是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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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或者只读一篇文 Finger Reading 就是什么 其实 我都不太清楚 因为它说 读的时候 会止住那个字 但是 即使我不选 读的时候 读的时候 也会动 所以这个 我也没什么试过 不太知道它怎么玩 然后 我们再去 下一个 按键 就是右手边 数过来第三个 好像喇叭 按键 就是一些声音的setting 就是一种声音的 好了 这里就可以 教读它的速度 也都选择语言 其实它挺聪明的 它会认得到 例如这篇文是英文 它就自动认到英文 因为英文 我由一个Premium Voice 即是有一个自然声 它就会帮我选择了是人声 先的 没有那个人声 即没有自然声 它才会选择是RS的声音 然后就是 Advanced Settings 就好了 看看一些 Advanced Settings 例如我们可以教它 每句句子之间 隔多久 读完之后 会不会出声音 等等 这个就不详细说了 好 再看看 右手边数过来 第二个就是AA 这个就是教一些 方式 以及教一些 Display的画面 好 普通东西 font size spacing 那类 然后是颜色 主要是白底黑字 如果你喜欢 可以教黑底白字 甚至乎 你可以自行设定 不同的颜色 即是黑白都不喜欢 你自己就可以 教其他颜色 先教白底黑字 然后是Cursor Cursor是什么 就是你读的时候 有一个黄色 它会显示的 它也有些不同的选择 可以给你 好 然后右手边 最角落桌 就是bookmark 如果你刚刚在这行 我觉得有需要bookmark 按一按 那你就bookmark了 但是如果你说 我不小心 按bookmark 我想delete 那怎样呢 就去到左手边 下面 三滑这个键 就去到这里 你就会见到 你自己bookmark了的东西 抖一抖 就会见到 抖一抖 就可以了 好 接着 其他的控制 就是向前 向后 一句 中间 有个play 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可以试一下 Lisa的声音 去读这篇文章 如果你已经 按了 它就不会读最顶头的 这篇文章 了 a new start up that proposes a different spin on autonomous transportation came out of stealth today the company calledneuro was founded by two former lead google engineers who worked on the famed self driving car project 好 那我读到这里 那我读到这里 那我前后 其实有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刚才那个setting 就是说 如果我停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这个黄色 它会立刻 返回这个句子 的开始 我刚才读到car project 那我一停的时候 它就回头 那为什么要这样 回头 因为就方便你 下次听的时候 就不会在中间 开始 就重复回你 刚刚刚听的那句 再读一次 让你有记忆 你自己大概读到哪 我现在就试一下 按back 我看到它一back 就不是back 一个字 或者是back 上一句 我们现在按forward 按按钮 那你会看到 一forward 就会forward到下一段 反而就 好 这样呢 放大镜 就是什么呢 你要找些字 普通search功能 那就没有特别的 好了 说到最底 最底 你会看到 它 是有个时间的 其实 这篇文字 是9分钟 就是什么呢 它就剩下9分钟 有点像 你在播放 podcast 就告诉你 还有多少分钟 没听 最底下 这个paragraph 是什么呢 其实paragraph 就是说 我刚才按向前向后 是用 跳一段 还是跳一句 我刚才 应该说错了 应该是 向前向后 都是一段一段 这样 跳的 不是一句一句 如果要一句一句 就可能要按sentence 来按 然后 另外 还有 除了一段 一句 之外 你还可以设置 向前跳 或者向后跳 15秒 30秒 60秒 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control timer 其实这个 就有点像 听音乐 你可以设置 65分钟就停 或者设 30分钟就停 或者45 60分钟 有些人可能想到之前 去听一篇文的 都可以用这个timers 的功能 基本上就是这样 我们先试听中文 英文声试了 中文是怎样的呢 因为中文 我没有卖到 普通话的自然声 所以我就是用Rx的声 你会看到 我按了中文文章 我按Aa 我按 声音这个键 你会看到 语言会自动认出中文 而声音 它就是用Rx 我已经在System 设置好了的 广东话声 广东话声 没得选择 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这样 好 那就是 这问题的答案 最大宗旨 就在不打乱 你原本的理财计划 好 那你会看到 Cursor 为什么会由中间开始 因为这篇文 我已经听了前面少少 所以就由中间开始 就是告诉你 为什么要用这个Reader 因为我从头开始 我不需要付钱 去买这个App 我直接用 OS本身的Text to Speech 就可以了 其实 这个Reader的好处 就是你可以随时跳 甚至你可以这样按 你由一不打乱你的 我刚才一按 就可以立刻跳 这段我不想听 我想由中间开始 也可以 然后 还有些功能 是可以设定的 这样 有一个叫做 pronunciation dictionary 就是这个 在喇叭下面 这里就可以 选择 pronunciation dictionary 是什么 你就可以设定某些字 是跳过的 例如 什么字跳过 我这篇文 我掃到最后 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 这个是blog post 这个 站长的blog post 它永远 下面就会有一句 好像 叫大家subscribe Facebook page 我不想每次都读 我有什么方法 例如 我可以 copy 例如 喜欢我的文章 我不想读 我可以copy 然后 按下去 pronunciation dictionary 然后 可以按 加好 然后 按 red x 然后 skip 就把我刚才那段文字 paste了 代表什么呢 下次再见到 这个 喜欢我的文章 码的时候 就和我 skip 我 save 就是这样 下次读到 喜欢我的文章 就会skip 我们现在试一试 商害 文号 花三秒钟 订阅 fb 有没有留意到 刚才 他们读完 商害 之后 就完了 接着他就喜欢我的文章 就skip 了 但有个文号 怪怪的 他就会照读回文号 但你会见到 那个效果就是这样 就会skip 一些我不想不停重复的字 基本上我用我的功能就是这样 如果有什么新的功能 我再次和大家介绍吧 今天就这样 我们有时间再介绍其他APP 那